昭华竹堂是台湾洋菇生产重镇 但早期国产洋菇个头小 只能做罐头 价格难以提升 为了提升洋菇的价值 十多年前 菇农林美林不顾亲友的反对 卖掉5000万元的房产栽种洋菇 他把老家的菇舍改造成高科技环控库房 用手机APP就能掌控菇舍的状况 成功种出比鸡蛋还要大的巨无霸洋菇 年产量高达150公吨 成了美式卖场的抢手货 还因此获得全国模范农民的殊荣 来看他如何克服困难 创造出如此傲人的成绩 怪手的轰鸣声划破清晨的明镜 他就像沉睡的巨人 从梦中惊醒 舞动着强而有力的巨爪 把稻草洒落在菇床上 瞬间尘土被羊 请我们种植养菇的介质就是 我们现在收割以后的稻草梗 一般来讲 我们如果没有把它买来种植养菇 它都是在焚烧 污染空气 所以我们种植养菇 可以说环保又再利用 只见菇农伸手矫健 爬上一层楼高的菇床 他们要和时间赛跑 赶在稻草升温之前 用耙子给脱皮 发酵它就是它的沉烟 你们所看到它的沉烟 因为前发酵 我们就是它的稻草梗 它要把它破坏 它的纤维脂要破坏掉 再来进入我们的后发酵室 就是一定要达到摄氏 五十八度以上 会产生有益菌 把肉的十根都弄掉 这样来说 是对我们后面步骤 慢慢做的时候 会来得顺畅 人称黑猫姐的妮美玲 十五年前和丈夫 毅然决然告别五光十色的台北生活 回彰化住房老家 照顾年迈的公婆 她接手家中日渐凋零的洋菇场 当初这个决定 却在亲友间掀起不小波澜 那时候我们决定要做这个洋菇的时候 很多菇农的前辈跟我们讲 你这是从台北搬下来 你要种这个洋菇是很辛苦 我们他们台语一句说 说成荣是软软的 什么叫软软的 就是每天工作都做不完 不像我礼拜天假日都没有 但是你要做这个真的是很辛苦 虽说务农是条辛苦的路 但李美玲骨子里 那股不服输的傲气 让她下定决心要走不同的路 她舍弃常见的大堆发酵 而是采用床室发酵的方式 来种植养菇 每个库房里面 有一个独立的床室发酵 独立的培养室 然后我们等到要生产的话 直接送到生产房 这样子一连贯的话 我们把它区隔出来 床室发酵就像是帮羊菇 盖了间高级套房 让他们在舒适的环境中长大 虽说产量比不上大堆发酵 但稳定的品质 却大大降低了损耗率 那时候我们想要盖的话 就是资金很多 也不需要资金 而且又借不到钱 那时候我们决定就把台北店面 还有楼上的公寓房子都全部卖掉 就当回把资金都挪回来乡下这边 那时候我当下 那时候也卖到四千多万 所以又卖掉一间公寓 大概带回来的资金大概有四五千万 所以全部投入这个设备 那时他把新北板桥川菜馆的黄金店面给卖掉 还向银行贷款砸下上亿元 把传统菇社改造成高科技的厂房 全场四十间环控库房 每一间大约五十五平 菇床的栽种面积加起来 竟然高达两千两百平 一般的传统羊菇的话 就是早期的话 就是冬天只有种一季 那现在我们慢慢就把它改成为空调设备 譬如说我们现在空调设备 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长出羊菇 那羊菇呢 我们要把它有好的环境给它 譬如说我们的温湿度控制 还有我们每个步骤要做到精准 每一间菇房都有智慧感测器 能随时监控羊菇宝宝的生长状况 我们现在也有做AI 譬如说我们有在手机上 不论到哪个地方 我们都随时可以打开来看 看我们的生长房里面的温湿度 譬如说它温度有跑掉 或是冷气有跑掉 它会发生警讯 娇嫩的羊菇宝宝 最爱凉爽潮湿的环境 温度要刚刚好在摄氏15度到18度之间 湿度也不能太干燥 85%到95%左右 才能让它们长得白泡泡 稍稍稍稍稍稍稍 像这个 这个羊菇又怕它太热 又怕它太湿 洒水洒太多 怕它变黄 洒水没有洒很多 又怕它长不大 所以拿捏方面真的是很辛苦 经过两个半月的细心呵护 原本白嫩嫩的小羊菇竟摇生一片 变成巨无霸羊菇 随手拿颗鸡蛋往菇傘旁一比 这size简直大了一圈 一般来讲很少人会种到这么大的羊菇 要看自己的技术 还有里面的二氧化碳 氧气需要多少量 来加以去评估 然后才能产出这么大的羊菇 而且采羊菇可不轻松 看看菇床将近有一层楼高 菇农采菇的时候得步步为营 像我本身就有摔过啊 那是我们的青菇 就会摔下来 踩空的话就会摔下来啊 所以我要跟我们里面员工讲 要小心翼翼 反正慢慢来 没关系 反正这个又不能很大理财 拿出积蓄盖库房 每天起早贪黑照料羊菇 每个工作都不敢马虎 因为李免玲知道 只要够努力 够拼命 这巨无霸羊菇 绝对会让人刮目相看 刚采收下来的羊菇洗净之后 就能变身餐桌上的摆电料理 炒个一分钟 然后放一些枸杞 这样不要说炸太久 因为炸太久它会变暖 而且我们的羊菇 确实有比人家硬度比较好 所以我们吃起来炸起来 时间不要太多 两分钟 三分钟就改革起来 所以我们来吃起来 我们会觉得哪里吃炸油脂 大火快炒 将羊菇的鲜甜牢牢所顾 羊菇仿佛含年般 吸饱麻油汤汁 这道麻油炒羊菇 一口咬下 脆嫩的口感在唇齿之间 迸发开来 还真令人回味 第二道就是我们的炸羊菇 那羊菇我们要选一些 比较小颗的 因为整个包含在 那个炸酥粉里面 酥粉里面也可以加一颗鸡蛋 然后当我们热油以后 然后搅拌一下 放进去 时间也不要拖太长 因为羊菇有时候炸一下 它就很熟了 我们不要把它炸太久 炸太久会没有那么嫩 包裹金黄外衣的酥炸羊菇 吃来卡滋卡滋 外酥内嫩 多汁的口感在嘴里化开 味道鲜美 吃来相当耍脆 一颗颗新鲜现材的 巨无霸羊菇 送到产线 分级包装 看着眼前丰收的景象 你面临的心情 却是百感交集 想起过去收购 价低廉的窘境 那段新生的日子 还真是不堪回首 所以那时候当下我就说 我们政府就很可能 而且我们都长出来 中盘商 不要说压着 这样买惯了 就是比较低于收价 那个价钱 后来我就去西游市场 看一下市场 因为我自身 我们家就在做生意 所以我做生意 我不怕 所以我就绕一绕 结果 其实在那里摆摊位也不错 后来他决定到市场摆摊卖洋菇 凭着对品质的坚持 慢慢打出名号 从小摊贩一步步做大 如今许多卖场和餐厅 都指明选用他的洋菇 像这一种 我们大部分都 全部都以200公克单位为计算 像这一盒就是美式卖场 他们所要求的要500公克 那这一个的话 就是百货公司 他们所要求的品贵 就是200公克 像这个就是知名的餐厅 他们要的霸王洋菇 为了满足各种同路需求 林美林开发出7到8种 不同规格的包装 年产量在洋菇场中 可说是洋菇界的霸主 如果他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因为我做了大概有16年多了 一般来讲 大概年产量差不多150吨 150吨 对 一般来讲我们主厂乡 就是种洋菇人比较多 所以可以讲是全厂层 45%以上 大概都在我们主厂乡 因为我们有一个洋菇的故乡简称 就是在我们主厂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心情勇往直前 林美林的努力终于被看见了 拿下民国109年 全国模范农民的殊荣 但他没打算停下脚步 对他来说 这只是个开始 我也希望说 以前在五六年代 可以说我们是洋菇 王国 现在来说 当然慢慢没落传统 慢慢结束 大家现在都差不多做空调设备 所以慢慢把这个东西 做得更好 让大家都知道 知道说我们台湾是洋菇的王国 重返洋菇王国的愿景 虽说很远大 但他相信 只要有心 这道心中的美好风景 终有实现的那一天 都看到这里了 想必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淳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了 再见